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殿下 你怎么过来了 我都听说了 你搬出了丰府 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才想起之前你住过此处 殿下有心了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无论发生什么 玉凤阁永远是你可以回来的地方 世人都在嘲笑冬月 可独独殿下对冬月说了这些话 可我若是搬回了玉凤阁 不知外界会传出怎样的流言蜚语 我爸殿下会说牵连 你我之间不必如此 殿下 冬月心意已决 可独独殿下 你只愿如此 我不能勉强 我不能勉强 只是 我有空可以来看看你吗 可以啊 我跟殿下永远都是好朋友 好 府中下人可有善谛的 下人中连十字的都没有几个 更别说情色争谛了 大人怎么会问这个呀 我昨夜在院中听到了笛声 许是哪个丫鬟觉得文雅 偷偷学的吧 怎么了 饭菜不合胃口 不是 公事 公事繁多 有些失神罢了 眼下是没人敢在项羽面前提起你了 可是项羽耳通慕名 昨晚会发现端倪的 到时候就算有什么蛛丝马迹 冯夕心里已经没有我 并不会在意了 你当真都放下了 我没事 到时难为你了 冯夕出了那么大的事 精度杂谈都没办法写进去 难道我浓木重彩 写相爷是如何熟乱中期的吗 什么熟乱中期啊 我告诉你 你这人成天乱写小叔的东西 这个千万不能写 我难道不知道吗 说我乱写 就你最了解项羽呗 当然 我成天陪在小叔身边 当然比你了解得多 知道什么叫神交吗 不是整天跟着就算了解的 那还要比想跟着冯大人 而不可得的人强 我 好了 你们俩在冬月姐面前 比谁了解项羽 太不害臊啊 对了 卢兄 我还有一事相求 往期的京都杂谈里 写了太多我跟冯夕的过往 不宜在坊间流传 已经吩咐回收了 可是期数太多了 人手不够 你最近没事 你去啊 我不去 都是帮冬月借 那你不去 我去 算了算了 反正是体力活 我去就是了 行 去 但是别捣乱 谁叫你碰我的 我碰你怎么了 什么叫捣乱 你是不是欠奏 我门大不开 这两个人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像斗鸡一样 有冯相爷和冬月姑娘的七术 就是方才说的那些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你记住了吗 你可别出什么差错啊 行了 行了 东西在哪儿 我在这里等约来的初刊 你们两个 把他带去仓库 是 大人 废话那么多 到了公子 请 请 京城怎么会有这么多无聊的人 都看这种破书啊 到了公子 我家大人的京都杂谈 如今已是京城销量 第一的书籍了 一路 这个人林苏 你不是最后인想的 我家大人不忘了 那一路 从相合上去 我家大人有像 首刀 哥 哥 我做好 我家大人 这些花 真不过 你就这咱们 冯府近日 住进一位天仙般的女子 面若桃花 孵如宁致 名幻子渊 荆中公子纷纷传以为美 娶妻当娶 怎么样了 这也能往上写吗 你你 我总算知道 你的不良巨星了 什么不良巨星啊 你还给我装 死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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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冯相今夜 怎会有这份闲心 来陪老夫喝酒 冯某是想跟侯爷小酌几杯 来 死不得 罗洽 所有感客 遥icked 你 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侯爷如今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如果没有大义之名 起兵就是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诛之 说实话 这相爷所说东风 其实老夫早就不缺 即使同道中人 我不妨可以告诉你 这浩山国的降书 确实在老夫手中 当真 相爷不信 这当年左相是明将军的监军 他授意我半途中 用假信函调换了降书 试问这天下除了我 还有第二人见过降书吗 原来降书真的在他手上 看来冯相真的不信 不错 冯某是有诸多疑虑 左相心思缜密 怎会将这降书留存于世呢 这就要看老夫的手段了 此事事关重大 我需要亲自确认 必要是有诸多疑虑 我会让冯相见到降书 一旦陆世子起兵离语 那么陛下 必然会拿侯爷开刀行 不见降书 冯某怎敢为侯爷 开酒门放行啊 不许多疑 也罢 我告诉你 半月之后 全子会自带降书入京 到时候 还要靠冯相接应 包在冯某身上 如此 就敬我们大业得逞 一言为定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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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挂的是什么 相爷不记得了吗 之前你命画师画的 今日刚刚送来 我让他们挂在这儿 是吗 不取下来 我看看 笔触细腻 行神俱备 不愧是京中最好的画室 的确如此 不过我的书房 经常有朝臣出入 怕是不同 关到你房间吧 是 那就依相爷所言 取下来吧 是 夫人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核心 明镜与点点核心 明镜与点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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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核心 进来 怎么了 小叔 你看这儿 你又不是女人 有什么好看的 我问你啊 我这个刺青怎么来的 刺青在你胸口上 你怎么会问我呢 不但这个刺青 最近好多事我都给忘了 是何缘故呢 为了冬月姐好 我一定要替她瞒下去 小叔 你前段时间 的确生了一场大病 我找了好多名医给你医治 但终究束手无策 所以我才忘了跟雨柔的一切 我还忘记过什么吗 说来也奇怪 别的事也没有太大妨碍 天下竟然有这种怪病 那我这个刺青 也是为雨柔而赐的 正是 她喜欢冬青花 对啊 你没看到后院种了这么多冬青花 不是为了她 难道是为了我 你也下去吧 夫人 衣服给您准备好了 但是这衣服 怎么了 会不会有点太漏了些 对啊 相爷心中 已不再有冬月 又对我心怀愧疚 这不正是我的大好时机吗 恭喜夫人 守得云开见月明 你 相爷 好 好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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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 总改就不太对劲 哪里不太对劲 相爷为我见月圆 我们一起画像 出声入对 我们本该如此啊 有些事 我还稍再想想 那相爷要想到什么时候啊 不知道 等想清楚再说吧 天色不早了 赶快回去歇息吧 好 那我就 不打扰相爷歇息了 我忘记的那个人 真的是雨柔吗 我 你在做什么 我丢了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我帮你找 不用不用不用 那个 是个没脸的木雕 你看到过吗 我去找 我自己再找一找 说好了啊 紫妍小姐 等等 你怎么回来了 这个木雕 一下 那是买了 İyi 识 这也没分 这不準 这如何 看着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你看 你怎么看 自己不见得 解决了 你不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人能比我刻得更像了 请我想 teeth Kubi 怎么引起你 柔夫人呢 夫人她病倒了 所以今日才吩咐小悠 过来给相爷奉茶的 好端端怎么病了呢 大夫来看过了 说是平日夫人思虑成疾 再加上有心事 才继续成疾的 你也下去吧 是 继续成疾 继续 继续 冬月姐姐 闻心 你怎么过来了 殿下哥哥告诉我 你住在这儿 我就来找你玩了 你再剪下去 这花都要秃了 鲁川送了我这盘花 可惜我不太懂花艺 浪费了她的心思 我的兰花送给殿下哥哥了 要不我们带着这盆花 去参加品花大会吧 这盆花 能参加品花大会吗 你不知道 品花大会上的糕点 比盆栽样式还多 不过 只有带着盆栽才能参加 不知道 你把这盆花大看 从前 Tsung 也应该是 你嘴儿也能参加 这个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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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我问你 我问你 我说你 你这病 我觉得我说你 文心 冬月 殿下哥哥 殿下也来参加品花大会 是啊 我听文心说你们会来参会 所以我也来凑个热闹 大坏蛋怎么来了 别我来说话 相爷体恤雨柔 带我出来散心 雨柔很高兴 府里上下都需要你的打点 希望你的兵早上康复 不如我们先带文心 去吃点东西 请 三皇子身边那个姑娘是谁 许是殿下先生的门客 ust you 童鞋呢 我的十二盆滞 没事吧文心 这 这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这就是你说的十二道之一 对啊 大会马上开始了 少了一盆怎么办嘛 那我再想想办法 对了 你那盆通心带了吗 借我用呗 带是带了 但是被我捡的 没事 评问也没几个董花的 说不定能门混过去 还是 就这么定了 诸位 今日十二道花会 每一株都是名品 加上御花人的精心培育 真是千姿百态 群方敬严 现场有八名贵宾 作为匿名评判 将自己最心仪的一株 写在纸上 哪一株获得的赞赏最多 将评为本届 品花大会的万花之王 踏雪寻梅 得两跳 好 晚来是客 得一票 华鹿云长 得三票 早知道我就好好讲 可惜这次 我不是评委 我那盆捡得细细拉拉的 一票都没有 也是正常 苑印东青 得一票 看来还是有人 懂得东魏姐姐的嘛 这就叫做千金易得 知音难求 好 华鹿云长 得三票 审出 听闻李夫人 也是拟名裁判之一 不知选了什么 我我选了踏雪寻梅 牡丹虽是国色天香 但是我更喜欢 梅花的含蓄之美 夫人真是好眼光 花艺讲究封捡得宜 若是捡得太多 还不如葬花呢 这一票 三皇子殿下 各花入各眼 捡得多的 未必没人喜欢 东青花不也有一票吗 东青花这一票 莫不是三殿下 为博家人一笑所投的 我并非评判 只是实话实说 绝不会循此舞弊的 那这就奇怪了 究竟是哪个部长演的 投了东青花一票啊 是我 我说到小鸡 老和女子 小鸡 你为什么是不是 就必须 你还要不应该 我别过了 对 感谢观看 相爷 你说 我胸前的钟情花 是我们爱情的印记 但我看到你却不甚喜欢这动静 相爷误会了 我就是太过喜欢才会生气 气那株花被剪得毫无章法 是这样的吗 自然是这样 相爷梦要多想 还是早些歇息吧 你先去吧 是 我应该是咬他 你这个小时 还可以 就好了 我应该是不恶 而已 也不是不恶 我应该是不恶 因为键是不恶 我不是本人知 是 殿下 这是 我给你拿了喷心的 我特地找工匠修剪过的 不用了 内盆我已经养了很久了 不想再坏心的了 就算他如此凌落 你还是对新的不屑一顾吗 我听闻陛下 今日让殿下接管了 左相的大半事务 殿下日理万机 怎么有空来看我 因为陆远潼的消息 我知道你一定会感兴趣 陆远潼不是被软禁了吗 我收到线报 陆远潼之子陆正明 正在离远招兵买马 扩充军备 算算十日 离定远之乱 也不到三个月了 定远之乱 是否真的无可挽回 就我也不确定 不过殿下 如果有陆远潼的消息 你一定要告诉我 好 那 这盆东青花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那就好 可叹哪 陆侯爷跟老夫 皆为陛下左右的 骨功重臣 如今却落得双双倍财权的下场 实在困贪 闪开 本侯被禁足 正是拜相爷所赐 相爷竟敢 人还在这儿说风凤凉话 侯爷认为 老夫跟你斗了这么多年 只是因为看不惯侯爷 我没那么蠢 你我二族鼎立互相制衡 正是陛下乐见其成的局面 所以这一剑 老夫定不会射出去 侯爷果然实大局 那侯爷就不奇怪 老夫 为了什么样的大事 竟然违背陛下的禁足令 前来见你 侯爷 二十年前的事 又死灰复燃了 如今想干也盖不住了 你是说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立刻阻止冯夕 得到我儿祥书 侯爷说得对 现在只能将计就计 就以祥书为诱饵 调冯夕上钩 这次定然让他有来无回 此计永绝后患倒是高明 只是 只是相爷一定要手下留情 确保我全子安危 侯爷你放心 陆世子是你的儿子 我跟他无冤无仇 何必害他 他们约定何时何地见面 冯夕一旦将降书公诸于世 皆是你我定然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啊 母妃 陆远潼终于露出了马脚 一旦拿到降书 就能证明明家的清白 为明家五十四口人命昭雪